九文龙使劲混进东平府 来找旧日的情人李瑞兰 那位说你说错了吧 九文龙使劲是梁山好汉 怎么好汉还有情人呢 这也别怪我 您说错了 您想想 使劲二十多岁的人了 男婚女嫁天经地义 他也是有血有肉之人 能没有感情吗 能打一辈子光棍吗 这就不尽情理 那么梁山的好汉 就不想女人吗 这也不切合时机 如果不出圈 不做邪门歪道的事 就得说是正人君子 那使劲过去家称人职 又没娶媳妇 有个相好 不足为怪呀 咱们闲言少叙 使劲等进了屋 老头老太太 就是瑞兰的养父和养母 就愣住了 你说让他进屋好 是不让他进屋好呢 正在这时候 这瑞兰姑娘听着声了 谁呀 丫头啊 你看看谁来了 李瑞兰到院离开 呀 这不是使劲使的官人吗 开始一经 紧跟着是满脸堆笑 大官人 你从天上 掉下来得不成 哎呀 瑞兰姑娘 你还真认识我 呀 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日夜思念 我怎么能忘了你 快点 里边行 里边行 姑娘携手揽腕把使劲 让到屋里登上阁楼 姑娘在阁楼上住 哎 你看这小阁楼啊 手是得干净利落 真像一座闺房 大床覆 桌子板凳 衣柜应有尽有 让这使劲坐下 这瑞兰就告诉 娘啊 快泡茶来 哎 来了 再打盆水来 让使得官人 静静面 你看 真跟到家了一样 使劲也不洗外 静了静面 竖了竖口 把身上的尘土 担了担 把包放到旁边 坐下 老头老太太都离开了 阁楼上就剩下 他们两个人 这就推心之腹 烙起了往事啊 瑞兰姑娘 一边掉眼泪 一边长嘘短叹 就问使劲这些年 你上哪儿去了 使劲能说实话 哎 一言难尽啊 人呐 都是三穷三富过的老 我没想到 我贪了官司了 好像没丢了这颗脑袋 幸亏我的好朋友 多方援助 这才死终得活呀 离开监狱之后 我也不能待着 就背井离乡 浪迹天涯 这些年呢 到口外 捣腾捣腾马 又捣腾点名贵的药材 反正混生活呗 这次离这东平府不远 我想起你来了 因此前来看望 瑞兰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还是以前书身 跟着我走吧 你爹娘离不开你 也跟着一块走 我让你想尽荣华富贵 让二老一度天眠 你看怎么样 哎呀 我就盼着有这天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咱们长谈啊 别着急 娘啊 准备吃喝 时间不大 丰盛的酒宴摆上 瑞兰陪着使劲 边吃边谈 使劲脚子非常温馨 因此这酒就没少喝 时间不大 就有了六七成醉啊 脸上也发了红了 脑筋也蹦起多高了 瑞兰这才问 我使得观人 咱俩唠了半天 我发现你都在骗我 哎 这话从何而起 你没跟我说实话 我知道你现在干什么 你是不在水不凉山 当了贼了 听说你还是个小贼头 跟宋江在一起 噓 使劲就一愣 你听谁说 呵 你小瞧了我了 我们这种人就啥也不是吗 就啥也不懂吗 老实跟你说 我们这客人不断 难来北往的 干什么的都有 我是听大伙说的呗 你一直在水不凉山 你什么又贩马 又贩卖药材呀 纯粹 你是欺骗我 没有没有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那都是谣传 好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我再问问你 最近封闻水不凉山的宋江 青铜大军要攻打东平府啊 可能那大军离城不远了 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出现了 难道不使我怀疑吗 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 当然这时候你出现呢 是不是宋江派你来卧底 把使劲吓了一跳 用眼镜冰着瑞兰 瑞兰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呀 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方才所说 一点都不假 的确 我是水不凉山 一员头领 我跟宋江哥哥 在一起混事 我们主张辟天行道 是除暴安良 清军策 扫除兼党 弄一个太平盛世 让老百姓都过成好日子 也包括你在内 我瑞兰啊 这次我跟宋哥哥 青铜大冰来到东平府 不久战事就得打起来呀 我的确先行一步 进城来卧底 谁的家我也没去 我首先来看你 瑞兰 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瑞兰啊 我心里一直装着你 这些年来 面面不忘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东平府的事完了 我把你一家人 接到水不凉山 叫你吃尽穿绝 咱二人形影不离 过成个好日子 你看如何呀 你愿意不 哎呀 谢天谢地呀 总算你说了实话了 我说 史大观人 我跟你在一起 我求之不得呀 我当然是一百个愿意 好 瑞兰啊 你看这是什么 我跟你捎来的 使尽高兴 把包打开 从里边掏出个小包 把这小包再打开 李瑞兰一看 什么呢 金光灿灿 一对金镯子 几个戒指 还有一条金链子 这都是我给你买的 存了多少日子 没时间给你送来 哎 你喜欢吗 收下吧 呀 多谢史大观人 我真是受之有愧 你怎么这么说话 咱俩谁跟谁 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我还要明媒正娶呢 收下吧 收下吧 我谢下了 李瑞兰高高兴兴收下了 一看这菜呀 有点冷了 我给你等一会儿啊 我告诉妈妈 再做两个好菜 哎 饱了 够了 不不不 咱今儿个好好谈一谈 你多吃几杯酒 咱们好好高高兴 瑞兰说到这下了楼了 使劲也没多想 在这自真自引 单说这李瑞兰 下了楼之后 把老头老太太找到一块儿 到了后面的厨房 把门关上 仨人开了个会 李瑞兰这才说呀 二老啊 方才我把使劲的石化套出来了 他果然是梁山的贼寇啊 他先进城了卧底 帮宋江的忙 要打东平府啊 哎 老太太一听吓坏了 那丫头 那咱咋办呢 这可了不得呀 咱们要勾串匪类 窝藏不报 将来是掉脑袋的罪 你我谁都活不成啊 是啊 关系重大 我这才跟二老来商议啊 咱们想一万全之策 老太太没事一听啊 没什么可商议的了 赶紧快报官吧 我们出手就没有罪啊 老头在旁边一听 不合适吧 这使道官人人不错呀 你说头几年 他就包了这个院子了 没事就给咱零钱花 咱在人家身上挣了多少银子 你说咱就出手 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 再者一说 梁山势大呀 要把东平府给打下来 迟早不得算这笔账吗 到了那会儿 咱是毁之万义啊 我说但能容忍且容忍 想个别的办法吧 老梅太太一听 把眼睛一瞪啊 呸 你个蠢才 你说 想什么别的办法 你有什么良策 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啊 人不畏及天诛地孽 你念他什么好 那是他们家有几个糟钱 他跑这来 为什么呢 为的是开心取乐 再者一说了 咱们坑的那个人 还少吗 咱就靠着坑人活着 讲什么良心啊 我说你啊 马上赶贝衙买 前去报信 你要不报信 我告诉你啊 我要去 到那会儿 把你也烧上 你可别后悔 你瞧你这脾气 我想想 甭想了 马上快去 好吧 良心丧一困地啊 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人不畏及天诛地面 我去我去 老头报警去了 他走了 老太太告诉 瑞兰娜 还回到楼上 无论如何 把他缠住 多叫他喝集中 备了俩菜 瑞兰娜 拿到楼上 哎呦 跟使劲 是假亲 假劲啊 左一杯 右一盏 就灌开使劲了 要说 这使劲是个粗人 你别看 也念了几篇书 小伙子也不含糊 遇上事了 什么也不是 这一喝酒 就醉了八分了 正在这时候 李瑞兰就听着街上 有了动静 估摸着 官人来了 他借口上茅房 从楼上下来了 他刚下了楼 这东平府府补衙里头 就来了五六十号啊 为首的两个普头 拿着铁锁 拿着兵器 就进了院了 瑞兰用手 往楼上一指 闪身他躲开了 这些做工的 呼拉朝把楼就包围了 拿着兵器 一窝蜂一样 闯到阁楼 使劲虽然有能耐 一个是喝多了 二是没有防范 手里的寸铁皆无 等发现这种情况 有点发傻 刚然一愣 叫人一棒子 就削到那了 紧跟着上来 拾着个巴 扭到地上 拳打脚踢 拿锁子把它锁上 眨眼之间 再看使劲 满脸满身 都是伤 让从阁楼上脱下来 脸皮带打 带到东平府的府衙 那么李瑞兰一家呢 拼后传训 能完得了吗 再说这些志工的 把戴到府衙之后 锁起来 禀报知府大人 成万里 这位成的老爷 早就得着信了 正在堂上等候 一听说得了手了 把使劲抓住了 心里这才放下 他把金堂木一拍 带上来 有人把使劲带上来了 使劲一到堂上 口喊冤枉 成万里冷笑了一声 你冤枉 我还冤枉呢 我说你是不是叫使劲 宋将给了你什么任务 你潜入东平府想干什么 还不从实地招来 免受皮肉之苦 两旁的人就喊 说 到这儿怎么回事 快说 使劲什么也不说 那能不挨揍吗 成万里吩咐一声 拉下去 给我打 往死了打 无论如何 打出他的实话 这使劲是摇紧压关 什么也不招人 叫人揍得 皮开肉扎 成万里 又把老李家一家三口 带到堂上 当堂对质 他们好美隐瞒 一股脑都说了 这李瑞兰也说 使劲亲口跟我说的 他也是梁山头领之一 奉宋将之命 前来卧底 说宋将不久 攻破东平府 他在里头当内将 这就是一往的实情 啊 有这等事 实劲啊 你到底招也不招 实劲把牙关一摇 扬起头了 呸 高官啊 我们早就计划好了 就这两天就拿下东平府 高官 你这末日到了 怎么回事 我就是不说 我这 好 你这是横无查心啊 来啊 把他打入死牢 以后再问 你看问不出来怎么办呢 屏了牛了 把使劲投入死牢 他一抖袍子 退了堂了 这成万里是个文官 是没主意的人 虽然没问出什么口供的 他也预感到形势不妙 奈何奈何呀 这梁山的贼都进了东平府了 把兵马都监 董平请来 好好商议商议 他马上派人请董平 结果这董平迟迟不到 哎呦 把成万里给急的 我这人是火爆的脾气 有这么大的事情 他怎么迟迟不来 哎呀 再派人去请 时间不大 有人回来送信 董将军偶然风寒 身体不爽 他说他不能来 啊 哎呦 要了我的命了 头两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偶然风寒了 再去请 用软床搭也得把他搭来 结果连请三次 董平没露面 可把成万里击坏了 成万里手下有个姓赵的师爷 很明白事 这赵师爷看在眼里全明白了 大人 我看董都监什么病也没有 这是有意难为你 何以见得 嘿 大人您怎么忘了 董平原配的夫人 二年前漠视了 现在他打着光棍呢 他乡中了你的女儿了 他曾几次派人前来媲美 遭到大人的拒绝啊 咽死董都监 耿耿于怀 对大人多有不满啊 你看出来没 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要拿你一把呀 大人啊 您看这个事应当怎么办 估计的话为了 东平府 你就把小姐徐配给他吧 你俩一文一武 又结了亲了 一心一能确保 东平府的平安啊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什么意思 我拿我的女儿换取她的欢心呢 门都没有啊 我说赵先生我跟你说 我就看不起这些无夫 嗯 他们会什么本事 就会摞胳膊挽袖的跨马争杀 要想治理国家 还得我们这些文官呢 老实跟你说 我的女儿 我心目之中 已经有人了 那是经理的 我老师同贯门下 有个徒弟 跟你同姓 爷姓赵 那乃是京都的才子 我把我姑娘许配给她 门当户对 那有多好 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无夫董平呢 这事儿 休得提起 大人啊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在这个街鬼眼上 您要把董都监给得罪了 董平府可就危险了 董平府要保不住 您这官也保不住 你想想这些后果 多么多么的严重 董平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嗯 这样吧 你们马上再去请他 就说议论婚事 看他来不来 哎 这招真好事 第四次请 董平来了 董平脑袋上还勒着个毛巾 假装有病 大人实在对不起 我来迟了一步 董都监 听说您偶然风寒 用过药了吗 用过药了 但是服药没有什么效力 慢慢就好了 快坐坐坐 喝点开水 发点汗就好了 董平坐下来 用眼角扫了扫成万里 大人 也许我没听明白 怎么报事的人说 请我来商计婚事 啊 对 商议婚事 我董平啊 你不是乡中了我女儿了吗 是 二年前我就有这个意思 我要找你这么个姑爷 我也趁心如意了 无奈兵荒马乱 在这个街柜眼上 我们谈论婚事 为时尚早 我董平啊 这样行不行 你马上领兵出城 杀退 贼送江 确保 确保 董平府的安全 然后呢 咱们再谈论 这个婚事 啊 董平一听 还是没什么希望 我大人 您是跟我开玩笑 是真的 真的 婚姻大事 岂能玩笑 那好 我这人可叫真 我真要把 宋江的人马 杀退了 你的女儿 真许配给我 真的 这能更改得了吗 红嘴白牙 话说一句 好 大人 三个就这么定了啊 不是说 你知的 我知的 在场的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就卖卖力气 我跟宋江去玩命 如果我杀退了 梁山的贼寇 你要说话不算数 可休怪我 董平翻脸 不认人 哎呀 董平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本官 岂能儿戏 这是真真切切的事 好嘞 既然如此 城里的事交给您了 开兵打仗的事 是我的事 来呀 列队 教军场准备了大兵两千 等董平到了教军场的脑瓜一转个 慢着 慢着 我这城万里 是不是跟我耍花活呀 死眼堂塞 我不能轻举万动 我观看 我老过过你 没想到